國新辦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說美國成為了全球安全和穩定的最大麻煩細數者 有好運報道 國新辦發表的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全文約15,000字 分為疫情嚴重失控讓成人間悲劇 美式民主失聚引發政治亂象 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有處境 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一共六個部分 報告批評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 導致50萬人死亡 讓成人間悲劇 在抗疫需要全球團結的時刻 美國卻執意奉行本國優先 推行孤立 單邊主義 退出世衛和巴黎協定 踐踏國際規則 是全球安全和穩定的最大麻煩製造者 報告又指 美式民主失聚引發政治亂象 兩黨在重大公共事項僵持不下 無所作為 令到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 有線電視記者由浩雲報導 連你都不斷 公民主教導地 公民主教導地